可是你还是生了两个 不是她的孩子放在她家里 为什么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廖大姐 我觉得以我的思维来讲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我曾经遭遇过 婚姻上的不幸 遇到了对我不好的男人 我突然遇到了一个 对我这么好的男人 我不珍惜 他有啥苦衷 他就是 他就是 他过不得 真的是正常人的话 起码就要好好地过 你打工就正常把你打工 把钱往外头拿下 你为啥不够家呢 你打了工来钱呢 那你们地位打了工来 没了交过一分钱回来了 没钱钱那个家庭 拿着生活去走的 没有生活去走 你经意识习乱说 我经意识乱说 你问一下你们 这个婆娘家婆娘家 这个家庭好朋友是婆娘家 你的婆娘等于你 有什么婆娘吗 有一个 你也是好婆娘吗 哎 我就比你好 你也是好婆娘 我就比你好得到 你再一次老师交代 哎哎哎哎 谢谢 谢谢 冷静 冷静 听我讲 我平安的我在呢 听我讲 这是电视台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那个录制现场 你不能这样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丈夫没有生命能力的 因为我跟他还没有 结婚真之前我就不知道 所以你是一早就知道了 那你在外边跟别人生了孩子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丈夫没有生命能力 有这方面的人因吗 对 你听他好 想你把那个男人出来 你小孩都 走出来我们还去感谢他 这样吧 了解 我就问的直白一点 我问的直白一点 你到底是觉得 丈夫没有生育能力 还是没有男性的能力 才导致你出去 生了别人的孩子 这两点是不同的概念 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没对了你 没对生育能力 所以我才出去吧 我们这位郑大姐的弟弟 是没有办法完成性生活 还是能够完成性生活 对 就是我刚才问他 但是无法生育 对 你可以直白地说 他能不能跟你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不能 不能 他说的话没十句八句都假的 他说话自己老婆都不想 不想咋个说 最本事咋相育能力 说一个就说 大姐你也别着急 人俩过夫妻生活 你不知道这事 所以你先别着急 因为我们都要把这事 你听不住了 我平常以前的生育年时候 然后那边我找了工作房子 给他做好 然后一个月 这个和过性生活没关系 我听他说完 我听他说完 照廖弘的说法 他是因为丈夫没有生育能力 所以才会在外跟其他男人寻婚 如果是真的如廖弘所说 那郑琼英为何会在跟廖弘夫妇一模外出打工的同乡处 听到了完全相反的说辞 他们两人之间到底谁在说谎 是廖弘为了替自己的出轨找借口故意贬低丈夫无能 还是郑琼英为了保护弟弟的尊严 所以蓄意隐瞒是谁呢 无论真相如何 廖弘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生子确实是谁 到底这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他们又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要求我想问一下孩子的父亲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直有很大一个谜团 父亲 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是同一个人还是 还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就两个爸爸 那他们是谁 你还跟他们有联系吗 两个儿子我都不知道 两个儿子我都不知道 第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你不可能不知道呢 一个女人不可能不知道孩子 你不用告诉我们他的名字 你就回答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你是说在那个时间段里面 你有和十多个二十多个 还是很多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吗 如果你只和几个男人发生关系 你都应该知道这个孩子的 父亲是谁的呀 他就是个埋活 他就是个傻子 那第二个孩子的父亲 你心里知道是谁吗 他有埋活 知道还是知道 说埋活都累住了 就是买卖有钱 钱都能得 就算 就我想说外面的 我生了这个孩子 可是为什么没有跟着 跟外面的男人生孩子的 这个外面的男人走 为什么怀着孩子 还是要回来找自己的老婆 对孩子的父亲呢 其实你喜欢就是喜欢就是做这个 哈 你就没必要把人家里面 偷偷就结个婚 是不是 你在乎过你丈夫的尊严 和一个男人的最基本的面子和底线吗 他是你丈夫 没有生育能力不是他的错 这个已经是他的一道伤一道疤了 就是对不起他 就觉得对不起他 你有见到过他哭吗 没有 他他当着你的面没有流过泪是吧 可是刚才姐姐跟我们讲 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 他的弟弟经常在家里以泪洗面 不吃饭 然后把自己锁起来 哭得非常的伤心 一个一个男人 一个大男人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廖洪沉默了 此刻的他是否才了解 因为他的自私和放纵 给前夫带来怎样的伤害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廖洪对于出轨一时回答的 非常坦率和无论 但问到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廖洪却谈言说 他也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不禁令在场的 所有人愕然 作为一个女人 廖洪情人会搞不清楚 自己怀孕生下的孩子 是哪个男人呢 那当他真的在外面同时 跟很多男人 保持不正当关系吗 他这么做的原因 真的是因为丈夫 不能生育吗 那大姐啊 就这样 我不知道是你语言表达有障碍 还是你心里面苦太多 你不知道怎么去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们来引导你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好吗 首先 郑家对你好不好 嗯 可能 好事好 你对整个郑家最不满的一点是什么 每次跟他吵架的时候 他就是叫你爬滚 但跟你前夫比起来没动作打你吧 打了 还是打了 郑家打你了 还是打了的 就是他的弟弟打你了 嗯 为什么打你 你还有一回拿刀来砍我 为什么 是因为什么事情引起的 是因为其他事情 还是因为你不守护刀这件事情 有时他在外 在外面打麻将 打输了回来就对我发气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在外面跟其他男人在一起 是因为对正家的不满 而赌气的行为呢 还是因为出于自身需求 我就想跟其他男人怎么样 那是自身的什么 自身的需求 我想我想他们 正家没有父母 所以我就 你生别人家的后 拿给正家用 是不是 关键这事他之前上次不知道 你生别人家的后